Ventos开机的画面更改 你想要有一个漂亮的开机画面 不想使用预设的开机画面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我的这篇文章 基本上它是跑Grab2的SIMS 所以你要做的部分 来看我们的资料夹 一样是这一个Ventos.Jackson的资料夹 那你要有的是这一个设定档 比较重要的是File这里 File这个 那你可以去下载你要的一个 SIM的资料夹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们这边找的话 我之前是用这个MacOS的开机画面 看起来蛮漂亮 那你要做的动作就是点它 点进去以后 去下载它的ZIP档 Download 选择下载 它看起来这开机蛮漂亮的 你必要的时候再去换开机画面 那我们选择下载 这边有一个提差的 这个是一个Linux的压缩档 这也无妨 那如果像这篇文章来说 它会建议它会用到的是 像我这边有一个BIGSUR这个 我也下载另外一个 我也下载另外一个 它的开机画面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是有很漂亮的图案的 那这里有各种图形 那这个是这一个画面 所以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换 自己换下载一个来用 那我们下载一个 这个档下载下来Download 我们就1.5M的就好了 1.5M下载 下载完你记得要解压缩 我们到下载里面去看 这个 这个当然 按右键 在此解压缩 在这里解开 解开完你不要急着复制过去 要看一下 看这里很多 这边还有安装档什么 这个是给系统装的 这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这里 这下面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档案 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SIM.TXT档 好我们再来回来看 我们要执行的 你看这里 档案是哪一个 SIM.TXT档 这个最重要 这个最重要 所以你必须要复制的是什么 这个SIM的资料夹 下的这个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改名字 也可以 你觉得它太长 你就把它改资料夹 改个名字 OK的 那我们要的是 那我们要的是 这一个的上一层 就是这一个资料夹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回到你的Ventos的资料夹下 你可以盖一个资料夹 我的习惯是会盖一个 SIM.TX 我会盖一个SIM.TX资料夹 在这里面放 再放这个资料夹 如果你觉得太太长 你就选择 按F2 我只要前面就好了 它就是这一个资料夹 这样一个资料夹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改 改Vent 这一个 那你这一串里面 你就是把这一个 你就要把 因为我们把资料夹 名称换了你就要改 改掉之后 就这样的档案把它存起来 它就可以用预设的 预设的你自己设定的 那个背景来开机 它会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开机档案 那这一串呢 我也是看文章拿过来 其他的设定不是那么重要 那如果你一幕解析度要换 也是可以 自己改 然后这个是颜色 左边接右边接 这你自己设定 那如果少一个参数 影响不大 建议先就先不要动它 先不要动它 那就只要改 这一个资料夹名称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会拥有一个 漂亮的开机的画面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开机画面 好